项目编号 SCP-017影魔 项目等级 Tether 特殊收容措施 SCP-017保存于一个大小为6米 by 6米 by 4米的房间 学乎于正中央一个100厘米 by 50厘米 by 50厘米的柄细酸玻璃牢笼内 此房间的墙壁 天花板和地板都布满湖光照明灯 被准正中的笼子 以确保SCP-017时刻暴露于所有角度的光照下 进入SCP-017控制室的指定人员只进行下列工作 检测聚光灯和临时发电器功能 一旦发现灯泡烧坏或者发电机出现故障 立即请求维护 只有在需要更换灯泡的唯一情况下允许工作人员进入房间内 进入房间的工作人员需要穿着特制的全反光制服 且需绝对谨慎 不能挡在任何正常工作的灯泡前 描述SCP-017具有人形轮廓 高80厘米 外形类似于人类幼童 但没有任何可辨别的外貌特征 SCP-017身体似乎由一团模糊不清的烟幕组成 烟幕内部至今没有成功发现过任何实体物质 但不能完全排除在未来发现的可能性 一旦有影子产生且覆盖于SCP-017上 SCP-017会迅速产生反应 它会立刻将影子来源整个包裹进烟幕之中 然后烟幕会变回通常大小 被包裹对象就此消失的无影无踪 备注 具有Beta或更高权限的工作人员 或准查看档案No.0171 以上这些资料就是关于SCP-017的资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